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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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一下樓主一文 當我們知道自己受壓力影響 而有壓力、情緒、困擾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怎樣去調適呢? 是的,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多說 在個人層面和職場上 我們可以做些怎樣調適 這裏是家庭的工作 補充多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自己可以在家庭上做一些調適 但是如果家人 我們看到家人的情緒不是太 或者我們想做多一點支持家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嘗試用一個不委屈的形式 去表達我們的愛和願意 例如我們說下班也很累了 不想去洗碗 我們可以嘗試說 我真的不是太想去洗碗 但是我可以吃些菜 吃得更乾淨 這樣洗碗就更方便 更容易 這些可能我們不需要委屈自己 但同一時間都可以對家人有好處 這也是鼓勵大家想一想 我們可以怎樣幫助家人 但又不用迫自己去委屈 迫自己去遷就 還有 早前我看了哈佛商業評論 它說了 影響高階的女性主管 升遷的最大的因素是什麼 我們可能以為是工作能力 但原來有超過七成的高階的女性管理者 他們都會說 其實如果家人是否支持 會是他們最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想 我們家人 在職場上有更好的發展 我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就是 我們家人固然是一個最重要的情況 但是我們如果全部心力都放在家裡的時候 可能會給家庭牽動自己的情緒 同時如果我們可以多些發展在自己個人的興趣和生活 以及找多些親朋友去聊天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更加完整和平衡的生活 好 最後我們說回個人層面 疫情下 其實當我們留意到自己的狀態的時候 正正是一個時機我們做一個自愛的檢視 例如 這裡就是一個小小的情緒溫度計 有五條問題 我們就給大家30秒去看看 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狀態 去看看自己的狀況 例如睡得好不好 會不會很緊張 會不會這期會覺得很生氣 覺得比不上其他人 甚至乎可能會有一個自發的念頭 六題 這六題裡面 如果覺得完全沒有那個年齡分 覺得時時刻都是這樣 有四分 看看 如果一般你說 可能是六分 九分 有輕度 都可以的 但是 如果真的去到十幾分 甚至到十五分或以上 其實真的很鼓勵 十五分以上 可能有幾題都是非常勁壯的 這樣就是非常鼓勵大家去尋求一個專業的幫助 實際上 其實香港大學征服務醫學系 他們也做了一個專門給女性去深入探索自己內心的感受和想法的一個調查 它裡面也有些調色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去掃下面的QR Code 大概會十幾分鐘去填寫 但是因為時間所以我們就不在這裡長淡了 譬如香港的報告大概出來就會這樣 會說你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我們就分享多一點我們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如果我們在工作上感到很大壓力 例如很擔心之後怎麼辦 我們可以提醒自己其實人生是很長的 我們的生涯總共去到我們退休為止 平均有八萬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就算現在停下來的時候 可能只是轉換一個跑道 以及不是只有唯一一條的方向 我們可以就算真的需要停下來 或者有些轉變的時候 我們可以隨時調整 而調整完之後 可能我們會走得比較好 更加順暢 未來的事情我們沒有人可以預計到 就算現在這一刻有一些重大的轉變 都不代表什麼都沒有了 可以這樣提一提自己 以及多點去找我們的前輩 我們的同事 一起談談這個情況怎麼辦 不需要獨自地去面對 我們不需要去 在工作上抱怨 我們可以順利減少一些 因為可能抱怨尾別 是有一個實際的改變 我們嘗試不去抱怨 而去集中去看我們可以做什麼行動 去轉變 去改善狀況 但是我們不代表我們需要自己一個 吸引所有的東西 我們自然可以去找人傾訴 但傾訴的時候 除了說我們遇到的狀況 亦不忘去提醒自己 我們想什麼方法去處理和面對 還有去接觸一些良私益友 很實在的 在職場裡面 有些人 你知道跟他越談 他是越多抱怨 有些人就會給你一些很好的建議 我們可以從什麼方法去找一些良私益友 例如我們現在本身已經有些人特別有智慧 我們多些找他們聊天 約他們出去吃飯 又或者跟我們工作類似的一些族群 找一些行業的工會 或者一些互助的組織 去找一些同道中人一起去談 甚至乎我們再去參加一些技能的進修 去認識一些同行 去互相交流 旁邊的公司是怎樣的 現在有些什麼情況去面對這些狀況 多些去交流的時候 我們工作上的壓力就會小很多 還有疫情期間我們有很多轉變 昨天我也去了另一間博企那邊去做分享 這個時候很多人都做了很多次數進修 我們越做得多 自己去發展我們的第二甚至第三技能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這麼局限 在現在的工作層面 我們可以有很多元化 其實我們看到 先前有人說 2030最需要的十個職業 可能慢慢已經是 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了一半 已經不同了 這個社會變得很快很快 我們需要不停增值自己 才能追上潮流 而圖片中的這兩個 都是一些免費的網站 可以和全世界超過兩百三百間大學合作 有很多免費的課程 如果你加幾十元美金 還有各間大學的證書 是非常之好的 鼓勵大家看看 聽樓主有這麼說 在面對壓力的時候 做一些思想的改變 和行動去為自己解決困擾 是非常重要的 那樓主任還會不會有多一些好的方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對 剛剛說多一點在工作的壓力上 如果我們真的感覺到 有些擔心 在疫情上太多 無論是對生活 或者工作 太多擔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為自己定立一個 擔心的時間 或者一個憂慮的時間 這是怎樣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 生活中有太多 我們可能時不時都在想 我們就可以定在 每一天只定在那個時間 我們才集中去擔心 集中去想 然後就將那些東西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我們就實際 將我們在腦中擔心的一些思想 轉成了一個文字 在腦中放了出來 放在一個文字的時候 我們就跟擔心焦慮的想法有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 和我們做了一個行動 就可以令到我們的焦慮慢慢地降低 如果可以寫下來 或者你拿電話去記錄它 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就算最後有沒有處理到 做不做得好 都不是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實際上我們說 記錄在 schedule 上面的東西 通常有三分之二 最後都是沒有做到的 可能我們就是把時間 放在我們覺得更重要的其他事情 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就算寫下來 已經可以幫助我們 減輕到我們的焦慮 如果可能真的 覺得寫下來是很困難的 有些朋友都會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例如 特地每一天洗澡的時候 集中去想一些 平時的時候 不是想那麼多擔心的事情 這個也出奇地有用 例如當年阿基米德 他也是在洗澡的時候 才想到一些數學的真理 所以這是其中一些小方法 接著我們有些好心情的建議 例如香港衛生署 其實是講了一個叫好心情計劃 其中提出一個叫 SME Model 分別提供了三大的秘訣去保持一個好心情 第一個就是去跟別人分享我們生活中的細節 不一定只是說 不一定只是慎我們不開心的事情 還可以多些去欣賞 多些去跟別人有一個真誠和正面的互動 去跟別人分享自己生活的細節 這個分享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很療癒的過程 提醒我們生活中 其實很多姿多才 不是很片面 不是只有家庭 不是只有工作 也不是只有自己負面的情緒 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層面 當我們越去分享 越去仔細觀察 留意自己的時候 就會發覺到這個情況 所以語言分享 這個語言互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認為有些非常嚴重的 英國的男人 我們也很鼓勵他們多些走出去 無論是做運動 或者是走出去 越留在家裡 越留在床上的時候 反而就越嚴重 所以我們語言分享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一個正面思維 我們就要很強調 正面思維不是說 我們什麼都正能量 不是這個說法 而是說我們要對自己一個客觀的概念 我們說華人文化是一個shame-based culture 一個羞恥底下的文化 很多時候我們第一時間會想 我自己有什麼不好 我這樣很丟臉 我們通常罵自己的頻率 是會給你賺自己 欣賞自己 肯定自己高很多 但其實這樣是一個不公平的概念 我們很多時候會把自己貶低了很多 對自己有些不公平的想法 如果我們 譬如有些人會覺得 今天全天都很不開心 我們仔細回想的時候 其實未必是24小時都不開心 睡覺的時候 可能每天最少有一刻的平靜 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刻的平靜 甚至會覺得 今天這道菜都挺好吃的 可能都有這些開心的時刻 但可能我們的情緒來到的時候 就忘記了 所以正面思維的時候 是提醒自己 去回憶平靜的心情 開心的心情 去保持一個客觀和公平的思維 才為之正面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事情 都扭曲到好像很正面 所有的挑戰都是機遇 有些事情真的會壓力大 但我們去提醒自己 也不是在生活中 每一件事都是這麼愛的 這是其一 所以第三點就是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說的是 就算我們心情不是這麼好 也不代表我們需要 是時時刻刻的感覺很差的 我們依然都可以享受快樂的生活 所以可以做多一些 我們本身喜歡做的事情 可能以前我們覺得 很久沒有去做些什麼了 因為生活很忙碌 哪有空做這些事情 但其實現在疫情正正是一個時間 可以讓我們反思 讓我們嘗試 去做多一些享受生活的事情 好像很多人發展了 最近很多人行山 自己煮東西吃 試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這些都是可以多一些去嘗試 多一些去做的 當我們用心去感受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新的體會 這裡說一個五感法 就是我們如何用多一些生活的體驗 來靠近我們眼耳口鼻 如何去享受多一些生活的狀態 很多時候我們擔心或者低落的時候 我們很集中自己的心情 在自己的頭腦或者在自己的心情中 但是身邊周圍的環境 我們比較少注意到 當我們越能夠去看一看 欣賞周圍的花草樹木 聽一些自己喜歡的音樂 或者去看一看 去抱抱一下我們家裡的寵物 或者是家人 當我們越能夠感受這些生活的細節的時候 在我們的頭腦裡面的煩惱和思想 就會沒有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困擾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生活是變得更加寬敞的 所以這些位置是我們可以留意的 因為我們不太方便分享 這首其實是經過一個科學實證的一首歌 這首歌是經過一些心理學的研究 證明可以有效減輕到65%的一個焦慮 大家如果在網上搜尋這首歌 相關之外會找到十首最能夠改善程序的歌曲 這首是朋友第一位 我昨晚睡覺的時候都在聽著 一邊聽的時候都覺得很棒 因為一邊聽的時候 除了是深深感到放鬆之後 更加察覺到平時肌肉的繃緊 或者身體的疲累 然後很快很快 首歌都沒聽完就自然入睡了 這個親身經歷過得很棒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一定要聽這些純音樂 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去找適合自己的一些書壓的方式 聽音樂或者看片 可能都是一些有用的方式 研究也有證明 如果我們看一些和動物互動的開心的片 那些搞笑的片 也很有效地改善心情 這些可以用 每個人用自己的方法 這裡是推薦 我自己覺得有另一個方法 還有我們心情不好的時候 都要照顧好自己 我們說有一個叫做Place的技巧 就是我們有適當的運動 如果身體有什麼病 有什麼不舒服的話 要記得去醫治 我們均衡飲食 運動積極 這些其實我們每天都會說 要提一提的是 避免吃太多 會對身體有影響的物質 不一定是喝酒 或者吸毒 可能我們平時說 咖啡和茶 都是要注意的 我有朋友 有一陣子他經常都失眠 後來他發覺 因為他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很舒服 他發覺原來他下午5點之後 喝珍珠奶茶 那一晚就會睡不著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不一樣 他察覺了這個之後 他就改變了狀況 每天兩點之後 就不再喝珍珍奶茶 一來喝的頻率就低了 二來因為咖啡的攝水量就低了 對改善的心心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可能除了從一個心理的角度看 我們在生理上 和生活習慣上 也可以做一些調適 還有我們有沒有在日常裡面 尤其是婦女們 可能在星期一到日 行程都滿了 有沒有幾個小時 是真的讓自己放空一下 讓自己去休息一下 什麼都不做的 就這樣躺在這裡 可以自由自在的 這個呢 都可能要家人配合一下 有些婦女說 有些婦女說 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 婆婆說 哎呀 現在是黃椒白眼 還躺在這裡 怎樣怎樣 那些 你躺在那裡 真的躺得不安樂 那你怎樣 和家人去配合呢 或者是先生知不知道自己呢 這些都很重要的 所以 無論是自身 或者是家人 都可以 看看會否一起 有一個留白的時間 或者是兩功夫 一起去相處的一個時間 那這些呢 是一個很好的 給自己去調適 悶悶狀態的方式 那 去到後面 如果有時候 有些方法是 真的搞不定的時候 那 山不轉就路轉 路一轉就由心去轉 我們的內心 即使現實的環境 我們轉變不了很多 調整我們的內心 亦都可以帶來很多 正面的影響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很多謝大家的用心靈性 沒錯 其實面對壓力的時候 換到角度思考 和正視自己的情緒 是真的很重要的 很多謝劉主任今天的分享 這個分享真是 又功夫又實用 大家記住 代好劉主任的 調適壓力小技巧 和一些提示 相信對大家建立正面的 人生觀和心態 會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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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